接下来连续两天是粉丝见面会啊 就是粉丝约看房 他们从不从有从国内来的 从佛州过来的 过来看都是这种500万左右的预算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拍几套 就是我们去看的 而不然现在500万左右的房源 走 let's go 第一套呢是在奥特尔 是一个韩国屋主买在了那儿的这个户型 之后呢做了加建 应该说的他整个装修的这个感觉和品位 还是非常在线的 然后呢只进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大这个厅 因为他这个主体主要是一层的 所以他大部分内容其实上是在一楼 他这个地特别大 所以呢他或许把他一部分侧院呢 就变成了加建成另外一套的 这是他的主国的浴室 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看一看 就是而不然现在300到500之间 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这也是很多客人的需求吧 我这两天要连续带两批客人都是同样的想法 这是他听这个层层高也比较高 这是他侧院原本这个房子的占地是比较大 然后呢他就在侧院这边呢 加建了一套一个房间加在这个位置 加在这个位置 里面洗衣就是浴室啊什么都有了 加建在这边 就是第二套在花果山这边 这套呢就是偏就意大利式托斯卡拉纳的风格的 听也很棒 你看这个他有这么一个高厅 算是他很大一个特点 然后院子也挺大的 他可能你呃你非得诟病他 就说他的这个位置离高速的距离比较近 有一定的噪音的问题 但我实际到这边来听 我觉得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就是他BBQ的位置侧院 转过这边是他的泳池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凉亭 400多万 我觉得在花果山这个算是很好的了 那那边就是 就是一个道路的后面 但我觉得影响有噪音问题 真真还可以 就都反映在价格里面了吧 这套的主卧呢是在一楼 一楼呢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后院的景 然后这个全家的这个装修的用材啊 各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二楼呢它就是有一个loft 然后左右各式一个套房 出来它是这么一个环岛型的 这么一个位置 它这是它的前门 然后这么一个环岛的里面 就有若干户住户住在里面 然后第三套回到我们自己这个新上市listing 今天算是第一次接待客人来看了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来到这边 看我们这套listing 嗨 回你 是我们的很多团队成员也来这边做这个宣传 第四套呢是在stonegate stonegate这一套呢是现在报价369 然后呢6000尺 有上下三层 它在市面上有一百多天了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它室内所有地方都不太有升级 基本上是建商标配 就给这个价位的客户一种比较廉价的感觉了 当然它的优点也在于 它在这个尔湾这边很少有这个价位 有三层 带地下室的 如果本身说这种音乐爱好者 他希望有一个影音厅 或者是喜欢听音乐 有那个发烧级的音响 那么可能放在这个地下室 就是它一个很特殊的优势了 就比较挑客人吧 然后还就是占地呢 不是特别大 得好就是它是一个编户 大概综合是这么一个情况 回到家里有好消息 今天我们有两套 我们独家代理的房子进了escrow 就是帮客人等于说是 签下合同成交了 接下来就是走那个交易的流程 是不是 大小姐 二小姐 暑假了 然后呢 今天他们让我打开了久违的 我们的Xbox 好久没有打开这个游戏机了 Let's have some fun 暑假开始了 很久没看到我们这个大熊套装了 是不是 Go Go